好,最後正中間,謝謝 好,沒有問題 好,我是若凡 恭喜張若凡 這次我把任何人在走遊戲裡獎 拿下了這個LITTLE人氣校園歌手 拿到這個獎座有什麼樣的心情 跟我們的媒體我們先分享一下 因為以往我其實一直覺得 我是一個比較沒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覺得可以拿到這個獎 我覺得除了感到很榮幸以外 我覺得它是給我一種新的鼓勵 然後讓我覺得是有價值的 然後是被人喜歡的 對,對 不過其實張若凡的歌聲 真的在這個粉絲啊 在網路上的討論度是相當高的 我想今天這個校園的這個邀約上面 也是非常的多 所以這次呢 也在我們可以來看過的這個LITTLE校園 就是人氣的校園歌手 那可以跟我們稍微分享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在舞台上面 也算蠻特別的 因為這次的演出 還特別找我們來的兩位的Drag Queen 一起聊演 可以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 這次的表演準備 因為其實這一次 就是我本來還是想說 因為如果我們要跳舞的話 那我們要唱這首歌曲 因為這首歌是代表的是一種大牌 然後我希望兩個變中後 可以在我的歌曲面成為 我歌裡面的靈魂 就不需要再說 但它需要永遠 而且就是我覺得都不需要 因為他們原本的樣子 就是最好的 所以我就希望他們可以 從我的歌中的靈魂 然後我們三個有一起討論 參與舞蹈的一些編排 對 非常的用心 除了歌曲上面本身 就是希望能夠大家 做自己的愛自己 能夠從這個舞蹈上面直接呈現 讓粉絲們更可以感受到 這一首歌曲的意義在